你知道吗 世界上还存在第二大黄主人地区 领土面积比印度还要大 并且还称自己曾经是中国人的后裔 那这究竟是哪一个地区的民族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在俄罗斯的东北部 有一个地区名叫萨哈共和国 是俄罗斯的省级行政单位 其面积足足有310万平方公里 是俄罗斯最大的行政区 但奇怪的是 上面生活的却不是白色人种 而是黄主人 因此它也被誉为世界上第二大的黄主人去基地 那么问题来了 全是黄主人的萨哈共和国 又为什么会成为俄罗斯的行政区呢 而这些黄主人又怎么会生活在萨哈共和国内呢 萨哈共和国 又名雅库特共和国 位于俄罗斯的西北部 也就是靠近西伯利亚地区 其首富名为亚库茨克市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省会城市 并且与俄罗斯的楚科齐自治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伊尔库茨克州 赤塔州 阿木尔州等地区接壤 并且与北冰阳也接壤 算得上是一个交通枢纽之地 而除了位置较好外 萨哈共和国的面积也不小 足足有310万平方公里 占俄罗斯总面积的18%左右 比整个印度面积还要庞大 是整个俄罗斯境内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行政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 同时也是全球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在全球都独树一帜 不过面积虽然比印度大 但萨哈共和国的人口却远远赶不上印度 比如印度的人口接近14亿 而萨哈共和国的人口却只有100来万 是典型的地广人稀之地 人口密度大约在0.3人每平方公里的程度 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了 不仅人口比印度少 在地形和气候方面 萨哈共和国也赶不上印度 比如印度境内 大多数地区都是平原 地形是比较平坦的 也比较适合人口居住 可萨哈共和国的地形 却是以山地 台原为主 虽然不是十分恶劣 但是相比印度来说 还是要差上不少 这也是制约萨哈共和国人口增长的一大因素 除此之外 气候更是天差地别 印度的主要气候是热带季风气候 虽然夏天比较热 但同样也带来了充足的雨水 和适合作物生长的气温 让印度的土地成为了一个天然的良田 而萨哈共和国 其因为靠近北冰洋 深受北冰洋影响 气温极低 在一月份的时候 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50度左右 就算是温度最高的7月 气温也不过只有19度 同时因为气温太低的原因 萨哈共和国的冻土面积很大 几乎整个地区内都是永久冻土层 冻土层的平均深度更是在300米以上 其中最深处的冻土层更是厚达1500米 是全球冻土最深的地方 而如此恶劣的条件 不要说更重 就是生活也比较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 萨哈共和国人口如此少的主要原因 除了生活在本地的亚库特人外 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来民族 但是让人惊奇的是 生活在当地的亚库特人 并不是俄罗斯族一样的白色人种 而是地地道道的黄色人种 这种奇怪的现象让人十分好奇 如此纯正的黄色人种聚集地 为何会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断和一些文献表示 萨哈共和国之所以全是黄色人种 并且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主要跟历史有关 萨哈共和国的原始居民 名为亚库特人是突厥人的一只 据一些考古资料表明 在公元10世纪前 萨哈共和国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口居住的 但是生活在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一带的亚库特人 为了躲避布里亚特人 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 其迁徙的地方便是萨哈共和国的所在地 由此 萨哈共和国开始有人居住 并逐渐发展出独特的亚库特文化 成为了突厥人的一只分支 这也是为什么亚库特人会是黄色人种的原因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萨哈共和国土地上生活的民族 而是外来的民族 当然 还有一种说法是亚库特人是匈奴人的一只 是从中亚地区迁徙到这里定居的 并不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而来 不过 不管哪一种说法 都算是解释了萨哈共和国的主要人种 为什么会是黄色人种 并且发展出独特文化的原因 不过亚库特人虽然在萨哈共和国发展出独特的文化 但在当时 他们基本上还是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 靠打猎和捕鱼为生 没有完善的社会结构 也没有健全的统治机构 而到了17世纪时 俄罗斯人因为向东探险的原因来到了此地 并在此建立了一些地堡和城堡 和当地的亚库特人有了交流 这些城堡中 有一个城堡名为亚库茨克城堡 也就是后来萨哈共和国的首府 俄罗斯人在和亚库特人交流时 因为制度 技术比较为先进 很快便走上了吞并萨哈共和国的道路 将亚库特人逐渐吸收到了俄罗斯人的主体民族中去 到了1632年的时候 亚库特人融入沙俄政府的举动已经初见成效 此地也成为了沙俄继续向东探索 向东过张土地的桥头堡 此后的几十年里 沙俄政府也是一面融合亚库特人 一面以萨哈共和国为基地 开始了向东面 也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探索之旅 将沙俄的领土扩大了几倍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亚库特人也彻底融进了沙俄政府 成为了沙俄政府承认的公民 和俄罗斯族人一起享有沙俄政府的公民权利 除了在政治上享有的权利基本相同外 像是文化文字方面 亚库特人也慢慢地被沙俄统化 信仰也逐渐被改变 到了18、19世纪时 亚库特人和俄罗斯族人除了肤色上有所区别外 其他方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萨哈共和国虽然是黄色人种去基地 但却是俄罗斯领土的主要原因 毕竟认真来说 萨哈共和国就是沙俄政府当时东国之中的战利品 只是沙俄没有采用武力统治 而是采用了文化融合的方式 让亚库特人安稳地融进了沙俄里 亚库特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根据2022年的数据 亚库特共和国的人均DDP为3.2万美元 相当于我国的上海市 亚库特共和国的总DDP为308亿美元 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 亚库特共和国之所以如此富有 主要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亚库特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生产国 占全球钻石产量的25% 亚库特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能源供应地 占俄罗斯联邦石油产量的10% 天然气产量的20% 亚库特共和国利用这些资源 发展了强大的工业和能源产业 亚库特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开采公司 阿尔罗萨 它在全球钻石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亚库特共和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开采公司 亚库特斯克天然气公司 除了工业和能源产业外 亚库特共和国还发展了旅游业作为其经济增长点之一 亚库特共和国拥有独特而美丽的自然景观 如冰雪景观 北极光 列拿石柱自然公园 王国永动土博物馆等 亚库特共和国还拥有丰富而多彩的民族文化 如夏至杰 口贤秦 萨满教等 萨哈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主体 也是俄罗斯联邦中最大的一个自治区 它有着自己的宪法 法律 旗帜 徽章等符号 也有着自己的总统 议会 政府等机构 它想要比其他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利和自主权利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制定自己的经济 社会 文化等政策 并可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 然而 萨哈共和国与俄罗斯中央政府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相处 萨哈共和国曾经多次要求俄罗斯中央政府 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以反映其对俄罗斯联邦贡献的比例 在萨哈共和国内部也存在着一些独立运动和分裂势力 一些亚库特族民族主义者认为萨哈共和国应该从俄罗斯联邦脱离出去 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亚库特国家 他们认为俄罗斯联邦是对亚库特族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他们要求恢复亚库特人民共和国的名号 并重新使用拉丁字母作为亚库特语的文字 他们还反对其他民族在萨哈共和国内的移民和定居 尤其是俄罗斯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亚库特族人都支持独立运动或分裂势力 大多数亚库特族人还是认同并支持萨哈共和国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萨哈共和国的发展和稳定 他们也尊重并接纳其他民族在萨哈共和国内的存在和贡献 他们认为多元化是萨哈共和国的优势和魅力 亚库特不仅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 也是一个富有而发达的地方 也是一个独立而自豪的地方 它是我们的邻居 也是我们的亲戚 也是我们的朋友 它值得我们关注胡乐姐 也值得我们合作和交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